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先看一個小新聞 醫管局今天宣佈向合資格的護士即即即為註冊護士 將會發放津貼 擁有認可的專科證書或者相關服務範疇工作的註冊護士 就可以每月獲得兩千元的津貼 當中包括這些常額或者合約全職的普通科 或者精神科註冊護士 包括現職或者新入職 亦都包括已經達到頂身點的註冊護士 即日起就可以申請這些津貼 追溯期是可以去到3月1號起的 醫管局亦都說會繼續鼓勵護士 持續專業發展以配合醫管局服務發展需要 長遠方案亦都將考慮香港護士管理局 稍後推行的專科護士計劃 暫時這樣看來似乎這兩千元 將會是以後持續的派下去了 即是等於加薪而已 不過是以津貼的方式 這裏因為我自己是有個疑問 這個醫管局這樣派這個津貼 它是屬於只是派給公營護士 還是連私營護士都會有這兩千元的津貼呢 對不對 如果是連私營也有的話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私營的話 他自己出去打工 那個私人醫院有盈利 應該分給他 但是怎麼會出政府錢去派呢 但是如果說 純粹現在所包括的全部指是公營 那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公營的醫療系統 那個人工是低於私營系統 一直以來都有這個救病 如果可以適量地追回 絕對是一件我會支持的事 我覺得 這個小新聞就來到這裡 今天的重點新聞是 警隊出現敗類 警隊的一哥鄧先生 都說對這件事件感到震怒和痛心 是什麼事呢 示範說起昨晚凌晨的時候 警隊去掃毒突擊搜查 屬於尖沙咀的酒店 當中的兩間房 他當時就拘捕了一男一女 他們身上也都搜出一些少量的毒品 而警隊在這個執法的期間 有一個休班警員 拿著這間房的房卡 入了去 當時執法的警員一瞬間 撲上去 制服了他 而且 在他身上搜出2.17kg的冰毒 和大約10萬的cash 之後 再在石鐵尾的一個單位 搜出23kg的懷疑冰毒 合計加上25kg 市值超過1300萬 以上這幾個因全部被扣留調查 之後 再去到事件 由凌晨一路調查到到晚上 再拘捕多一名的本地男子 涉嫌販毒 而他亦都是休班警員 這個休班警員 亦都是跟之前所 昨晚凌晨所拘捕的另一個休班警 是同屬這個西九龍反黑組 他負責看管證文 而這個敗類案件 還牽涉到另一宗案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這些休班警 還涉及這個西九龍反黑組 在上一個月28號採取行動的另一宗毒品案 當時倒破了接近300kg的冰毒 市值約1.6億港元 現在警方調查是懷疑 有人在這個行動當中 是否順手牽涼 偷走了暴行冰毒 又或者涉及其他毒品案件 而且當時的1.6億毒品案件 冰毒的數量 仍然是本港29年來最大宗案件 整件事就是這樣 現在 十不離八九 事件仍然是爆發當中 也有某些媒體說到 查出被捕的警長 一開始奪門入訪的警長 被人查出的身份 他仍然是在2014年 榮獲警察長期服務獎章 簡單來說 他曾經是警隊的金牌間諜 有人這樣說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當時曾經跟另一位高級督察 在2000年至2001年 去執行這些反黑社會的行動期間 他成功地拘捕和檢控四名的毒犯 十五名的黑社會活躍分子 瓦解了當時荃灣的兩岳黑社會黨派 而事發到現在結果 他自己變成了毒犯 整件新聞就是來到這裡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很震驚 或者叫做不開心 為什麼我這麼信任警察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個時候我很想分享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出自特首林鄭月娥 他應該是在去年的時候說過這句說話 我也不止一次引用 也說我是支持林鄭月娥這個說法 什麼意思呢 他不會盲撐警隊 他不會盲撐警隊任何一個人事任何一個行為 他是支持警隊這個機構去做好它 他當時沒有說過後面幾句 我自己覺得就是 你不知道警隊會不會出現這種敗類的事情 乃至我當時說 會不會有一天警隊出現內鬼 有人甚至乎真的拿錢賄賂他去做某些事情 這些都不知道 但是支持警隊這個方向 絕對是正確的 也都不應該去盲撐警隊 那我覺得現在這一種的事件 開始 這種是很個案的 因為不涉及政治類別 他單純應該是有 謀取自己個人利益 而去做販毒的事情 所以是很證明得到 不應該盲撐警隊 是正確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當然大家都有這個心理準備 就是什麼呢 反對派或特定媒體 一定會以此 不斷抹黑警隊 不論是普通的媒體 這樣播出來 或者他們的Telegram群 一定是 更加上那些Telegram群 我們就管轄不了 我們阻止不了多少 不過我們如果真的有一些 黃絲的朋友 講起這些的話 你也可以說 你支持的是警隊這個機構 而不是盲撐警隊 正如 我都希望民主自由 但不是殺人放火的民主自由 是同一件事 這個是我的看法 和我想說的說話 接下來我們看看 觀眾留言 第一位觀眾說到 Simon 其實我很支持你 很想整天看你的影片 但一看到這些人渣的行為 真是不想再看 好心說 那 這一條留言 是至於 一些 之前 某一些黑暴記者 做一些事情 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 大家都不開心 也都很坦白說 大家都看得出我之前都很不開心 漸漸必須明白一件事 就是 時代選擇了 一個鄧炳強先生 時代其實都選擇了你和我 選擇了這一代 現在的香港人 我們不是去負責執法 但是 我們要把這些事情 這些真相 告訴更多人知道 不要讓他們 去抹黑 用他們的謊言 去摧毀香港 可以的話 我們更加要記住這個歷史 2019年 由一群暴徒出來破壞香港 現在這些 令人很不開心的事件 我覺得短期之內都不會消失 甚至中期之內都未必會消失 當然我希望 我錯了 但是 我已經要調整這個心理狀態 我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對了 但是我們做的事情 絕對是有意義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 好了 下一個留言 有關於 早前一條影片說起 香港有一些 業主立案法團 就說 有那些反對派的人 聲稱的手足 用不同的手段 乃至起底去攻擊 既定的業主立案法團的人士 逼他們退位等等 這條影片之後 有些觀眾留言說到 這一位 這件事正正發生在我所住的屋苑 一群人不停在搞事 業主立案法團的代表 不勝其法 集體不幹 物業管理公司 亦都不願意逐腳 黃絲們已經在滲透屋苑 我們將永無另一 政治操弄 恐怕影響住戶們的正常生活 之後 再由下一位 觀眾 我想一次看 本人住在 張君澳 上年因為食水問題 停水幾天之後 某一些業主 請了林卓廷 和黎明澤 到屋院 開大會 及邀請水務處 一起爭押 表面上 幫業主 向水務處爭取 其實他們暗中想踢走 做了很多屆業委會的人員 他們為了進入本屋苑的立案法團 做主席和成員不擇手段 最終做了好幾年的主席和成員 全部踢走 由他們接行 當時社會運動 黑衣人經常在本屋苑集會 裝修店 當有警察進入 商場的時候 這一班新業委的成員 就會連同區議員 來抄名 帶著大聲公 在屋苑 叫所有警察離開 他們這一班的新業委 經常要請 那些 反對派的議員 來到這個屋苑 去做宣傳 去拉票 但是 某一些業主不接受 亦都會向業委會 投訴 但以我們所知 某一些業委會成員 根本就是 某某 反對派議員的打手 大家都看到 原來這些業委會的問題 不同屋苑 和物業管理公司交流 去怎樣管理好這間 各自屋苑的業委會 原來出現這麼多 淋淋種種的問題 我只是讀了兩個 給大家看 但是我發現 是很多這些留言 當然 我不會 推薦大家 有沒有機會騙我 對不對 原來這個問題 比我們嚴重得很厲害 例如這位觀眾說到 根本他們是用這個位置 去要求警察離開 如果有一天 我被 一班暴徒 困住了他的房子 那怎樣 我報警也沒有用 大家知道 那些什麼實不實用呢 其實他除了受聘於 這些所謂的業委會 不是 他受聘於那些什麼 物業管的公司 但是他們往往是會聽 這些業委會的人說話 因為業委會是代表了所有業主 這件事我發現是非常多人 說 原來發生了這些事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覺得是非常嚴重 是 因為他 我覺得他根本 遠遠嚴重過那些所謂的區議員 區議員 他都很難進入你的屋院 但是現在他可以行使你的屋院的權利 叫警察離開這一下都難搞 然後 去 用這種便利 去蓄意令到 其他議員 其他人士 不能夠發聲 不能夠宣傳 他自己就拼命宣傳 乃至有些人說 他們的通告板已經變成連龍牆 我原本都以為是暴徒在這裡這樣做 然後 抹底 原來不是 是個業委會這樣做 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但是我都很無奈 首先我承認我自己 是沒有留意到這種問題 現在才發現這麼嚴重 但是 去到說現在的某些議員 可不可以明確幫到你呢 我覺得真是有困難 真是要自己的業主 現在要醒覺 提早不要投票給這些人 如果不是的話就很嚴重 就被攻陷 不要說你背後 現在所說的表面上 利用了你們的職權 去阻撓警察 又幫某些議員宣傳 然後又幫某些東西滅聲 又連連龍牆 乃至可能你們的那些 業委會的那些儲蓄 每一個業委會 你們的屋苑獨立 是會有自己的那些 交的管理費 是會有儲蓄的一個部分 那部分 會不會最後被人 用某一種手段 洗走它呢 是不是呢 我現在要重新裝修 整個屋苑的所有外場 專門批給我親戚 那你就死定了 祝大家好運 所以 現在所看 真的就算 第一件事 自己要醒覺 要讓其他業主的人都知道 第二件事就是 我不知道那些政治人士 就是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 能不能夠幫到你 我不敢說 我個人不敢說 因為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要重視這個問題 很多 我發覺很嚴重 好了 有關於整條影片 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也可以留言讚好和分享 如果有其他意見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屋苑仍然是有 這一種的 有關於業主立案發團的事情 我都仍然希望 觀眾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看一看 那個情況是有多嚴重 有多廣泛 好了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